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犯了罪之后那有什么样子的刑罚 那我们看一下 在刑罚里面的处罚有所谓的主刑 跟所谓的重刑 那主刑它是单独可以存在的 负刑它是附加于主刑的 也就是说你有可能被判主刑 但不一定会有重刑 那什么是主刑我们看一下 我们常常听到的死刑 无企图刑有企图刑拘役跟罚金 这个就是所谓的主刑 那有名的举一个有名的例子 比如说郑杰捷运杀人 这时候他可能他的被判死刑 这个死刑就是所谓的主刑 那什么叫重刑呢 所谓重刑就是当你犯罪的时候 可有可能被附加所谓的重刑 那重刑有哪些 此夺公权以及没收 那你如果被判了此夺公权 会有两项东西你没有办法做 第一个你无法登记为公职人员的候选人 什么意思 你想要参选立委 因为你被辞罗公权了 你就不能成为公职人员的候选人 你想要成为乡长 因为你被辞罗公权了 你就不能竞选乡长 第二个你不能参加公职人员的考试 所以一旦你被辞罗公权了之后 你不能成为候选人之外 接下来你不能成为国家的公务人员 你不能成为公职人员的候选人员 你不能成为公职人员的候选人员的候选人员